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呢 问的非常传统 问的是整个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啊 咱们先来回忆一下视觉简图里面 咱们的主题呢 是人类的活动对三维的影响 对吧 那第一段讲的差不多 第二段讲的是这个影响呢 不但在于当地的这个河流 还在于A河跟C河 对吧 最后一段说呢 人类影响其实跟火山爆发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对吧 所以整个文章其实在讨论的是人类对于这个鱼的影响在当地 以及在周边地区 对不对 看A啊 A是说呢 在质疑了一个解释 对于灭绝的一个解释啊 并且给出另外一个解释 这很明显跟朋友讲的没关系啊 A肯定不对 B呢 是说修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或者误解 关于三文鱼对于退化的一种反应啊 或者是表现 这肯定没讲过不对啊 C呢 是说比较了一些人类活动影响和自然打造影响 注意 文章的最后一段确实说过 这个人类影响跟火山爆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但这并不是主旨啊 所以C肯定不对 D呢 是说区分出了不同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 这也不对啊 因为第一段讲过活动 但是他整个讲的是人类的活动对三文鱼的影响 而不是说不同的活动 比如说建城市 还是这个采矿 还是序幕啊 这跟他没关 所以D肯定不对 E呢 是说描述了这个环境退化是如何引起这个改变的 那这个改变呢 还超过了一个数量点少 因为整个文章前面讲的是数量点少 第二段呢 讲的是基因结构 对吧 所以他其实可以认为是描述了一些人类的活动 或者说环境退化 是在什么层面上逐渐改变三文鱼的情况的啊 所以E呢 是答案选项啊